各位網球迷 早安玩玩 我是阿渡凱 就在稍找童醫師發布的聲明稿 表示要將郭富林交易到台岡雄英 那在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來稍微看一下這件事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推薦一下大家我自己最近愛上的零食 這一個地瓜脆片 一共有四個口味 我自己最愛的是這個美粉的 酸酸甜甜的 很適合夏天 有興趣的球迷朋友 可以點擊留言處和資訊欄的連結參考一下喔 那我們先來稍微認識一下郭富林 郭富林出生於1991年的1月7日 來自於台南 就讀大學半年以後 郭富林基於紐約洋機隊簽約 並獲得至少20萬美元的簽約金 2010與2011兩年 郭富林都在新人聯盟中打滾 直到2012年才上到低階EA 在該層級 他獲得38場的初賽 交出2×50 3×33 點324的打擊三圍 2013年22歲 郭富林被升上1A的成績 只打了幾場比賽後 就因為高階EA的隊友受傷 因此狀況火燙的郭富林被升上去 不過他的成績也不是特別亮眼 所以期間也一直在高階EA與EA上上下下 最終在高階EA打出1×81 2×62 點236的打擊三圍 娘基隊對於郭富林的耐心也沒了 年底郭富林就收到了釋出的通知 一開始先是回到台灣加入國訓中心 待退伍以後 就跟著統一式的二軍一起練球 2015年參加了中華職棒的選秀會 並被統一式隊以第七輪的籤調整並加盟 加盟後的前兩年 郭富林都在二軍打滾 直到2017年才正式獲得更多的出賽空間 2018年更是打出自己的生涯年 115場的出賽獲得471個打擊 角數2×84 3×49 點496的打擊三圍 外加上19轟與76分的打點 更是拿下生涯首次的單月MVP 與三壘金手套獎 其中還包含一隻幫助瑞安投出完全比賽的 再見拳雷打 哇這真的 這一個球中間放下 看看 看看在哪裡 在哪裡 HOME RUN 再見拳雷打 OH MY GOD 國內直播史上第一場的完全比賽 出現在今天的10月7號 郭富林接下來幾年 就算打出來的成績不是特別好 但至少都還是獲得60場以上的出賽機會 直到他因為酒家被抓了以後 改變了他的職業生涯 除了找到可以取代他的人選之外 同一事業有在減少郭富林的出賽空間 直到今天將他交易到了台岡熊英隊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郭富林被交易到台岡熊英以後 他能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郭富林雖然說拿下過金手套獎 但他的手背穩定度其實不是特別高 而且當年能夠拿下金手套獎的原因 是因為在競爭中與獎之前並列得到50分 但因為郭富林拿到的5分票數比較多 最後由郭富林拿下這座金手套 而當時也有不少人在批評 郭富林的金手套有疑慮 如果說真要仔細看的話 郭富林當年手背美跡不少 只是他的174個手背機會裡面 就有18次的失誤 所以最近幾年也將防守的位置改變到了一壘 依照現階段來看的話 雖然說台岡現在一壘有王伯璇和魔英 但魔英主要是以指定打擊為主 而王伯璇雖然說能夠穩定攻陷 但以角落內野來講 他的長打能力還不足 所以郭富林也有機會搶下一壘手的位置 至於三壘防區、杜嘉米也是差不多 長打能力都還沒有長出來 而像郭富林這種已經具備異軍的經驗 加上在異軍至少能有單機五轟以上的能力 很有可能能夠取代杜嘉米現階段的位置 從上述來看的話 這次的交易對於郭富林來說 並不會是去到一個沒有舞台的地方 因為台岡雄英內野的火力還不夠 除了曾子佑的長打率是接近0.4以外 其他名選手的長打率都在0.36或以下 而剛好郭富林的長打能力就相當突出 在中華職棒至少有單機五轟以上的能力 光是這點就擊潰了很多的選手 那這時候也蠻多球迷在討論 說郭富林為什麼只能夠換到現金 不去換一些選手進來 先光是看郭富林的等級 就算他現在有能力 但他對於外界來看的話 就是一名介於異軍和二軍之間的選手 而台岡現在的選手都會是他們很需要的 他們不會像去年的交易一樣 有擴邊選秀從其他隊拿到的選手 而大家會說 統一非常缺後援 怎麼不用郭富林去換其他後援投手 我在想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攤開台岡的二軍後援投手群 其實台岡認為和郭富林同等級 以及統一認為同等級的選手不相同 因為郭富林一直都有異軍的實力 只是因為沒有穩定的出賽 加上過去自己鬧出來的事件所造成的結果 那這樣子的話 統一當然不會想要用郭富林 去換一些等級比較低的選手 至於台岡為什麼不拿出等級比較高的選手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是一支星球隊 不論在投手還是在野手上 能把深度堆高都是一件好事 而且他們也會想要把有實力的選手留下來 就算是在二軍很有潛力的農場選手 還是會想要培養起來作為未來使用 加上郭富林雖然是有實力 但他現階段的等級呈現給外界看的 就是介於異軍到二軍之間的實力 甚至就是一名二軍的選手 自然台岡會想要想辦法去壓低交易他的成本 根據乃哥的爆掛也有說到 去年擴編選秀其實就已經開始在討論這個交易 只是因為當時一直沒有達成共識 到今年則是直接拿現金出來買 當然統一會想要拿一些有潛力的球員 但台岡畢竟是星球隊 不會想要放掉有潛力的球員 自然這種交易案就無法成立 這場比賽順負的關鍵 這一棒 還大出現 三壘上了超前分回來 陳永基現在也要回來了 打擊了郭富林 繼續的往二壘這邊來推進 代打打出了一隻代有超前分打點 兩分打點的二壘安打 哇 這次上來代打建功了 10比8 那郭富林失去舞台的原因是什麼 統一師今年三壘的防區是由潘傑凱與陳重廷正守 另外在二軍還有他們非常重視的林子豪 只要林子豪商譽歸隊 那統一師的三壘防區就會呈現爆炸的狀態 而至於一壘的部分 統一的一壘除了學長陳永基以外 還有林一拳與潘傑凱可以守 所以郭富林主要的守衛都有能卡住他的人 除此之外 郭富林自己在過往的酒駕事件 也讓統一師逐漸減少他的出賽空間 還有一次的跑壘失誤 直接讓秉總非常的不開心 下場的時候 秉總也沒有跟他擊掌 整體來說 如果攤開酒駕的事件不談 郭富林真的是一名還蠻不錯的選手 只要能夠加強守備的話 也能在一軍打出亮眼的成績 或許在拳雷打榜前10名也有機會看見他的名字 只是郭富林沒有愛惜自己的羽毛 因為酒駕而遭到外界的指責 而他也逐漸在球隊中失去了舞台 自己的休息區 這一球帶起來在左外野方向 掰了個掰 兩分跑 這下子可以慢慢跑 嗯 郭富林敲出了本賽季個人的第一轟 這個時候再度幫助同學師擴大領先為10比3 哇 完全咬中啊 聽聽這個清脆的擊球聲就知道留不住 而且他力量也很好啊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也別忘記去留言處和資訊欄參考一下地瓜吹片喔 如果你喜歡吃美食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每個星期會更新三家我自己愛吃的美食喔 也可以到我生活頻道都市傳桌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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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